这个好温馨 傅敬杰 等等不知道 傅敬杰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也收到傅敬杰礼物了 这个周末 于海你加油 杨毅加油 好 但是接下来这个话题 可能真的就没有 我们所提到的 傅敬杰这么温馨了 在这个周末 大家可以干到 刚才上海上岗的这场 在大雨瓢泊当中的比赛 而且于海也提到了 之前连带航班的晚点 包括这场比赛 一度场面的失控种种 我们特别想问问于海 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的 那个晚上 广州在你们的 这个酒店的驻地 都发生了些 什么样的情况 比如说有没有 专门一些 比如说这个会议的召开 或者怎么样 其他就或者说 跟以往没有什么区别 我特别想问问 在那天晚上广州发生了什么 那天晚上和 应该说和普通一场 联赛结束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特别的会议 或者说大家没有一起 去讨论这场 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是和一场 平时的一场比赛结束 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 OK 但是我们知道 这场比赛 其实拿了一分 理论上来说 和恒大已经有四分 四分的分散 这个其实对于 今年上岗夺冠来说 我们中国还在聊 这未必是一件好事情 应该说这场比赛 没有拿到三分 确实对我们来说 非常 怎么说呢 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赛前 我们就希望这场比赛 能够影响来 始终保持着对恒大 这个基本上的一个压力 然后但是 很影响我们今天 我们这场比赛打平了 现在差恒大四分 对于我们来说 后面的比赛可能 更加的重要了 我们不能在后面的联赛 不能丢任何分数了 这样的话 我们始终希望能够 始终跟第一名的恒大 有一个比较小的分差 这样的话 对我们夺冠 可能更加有利一点吧 所以说后面的比赛 对我们来说可能更加重要 今年我们记得 我们的五星族 就还特别做过 这个复利的专辑 就讲出他们的 这个保加利亚的 主教练的到来 对这支其实 已经去到了一些 欣慰的平民球队 所带来非常大的帮助 我想问问于海 今天这场比赛 除了包含可能场面 包括主裁判 这些失控原因之外 他们对方的表现 是不是也会觉得 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 因为我干比赛 我觉得这场比赛 其实平均真的是挺难的 其实 我觉得确实 这场比赛应该说 复利还是踢的比较出色的 然后我觉得双方 在除了那次冲突以外 大家在足球上面 应该说双方做的 应该都非常不错 都体现出了 大家的一些 技战术特点吧 包括一些赛前的 技战术安排 我们球队也能够 很好的很好的完成 包括复利 应该说他们在 传接球方面 对这个比赛的控制方面 应该跟以往 有了一个很大提高 所以说这场比赛 对于我们来说 确实是一场 非常艰苦的一场 像这样的瓢泼大雨 是不是对球队的这种 技战术的这种实施 会带来蛮大的影响 应该说当时的天气 包括场地的因素 确实对整场比赛的发挥 会有一些影响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 对于双方来说 都是一样的 可能复利相对来说 更加适应广州的一些天气 包括他们的场地 所以说 但是毕竟是客场 可能每个客队都会面对一些 相对来说客观上面的一些因素 对刚才其实你之前所提到的 这个航班的晚点 两点钟 我不知道因为 我也好久没跟对了 这个是不是在目前 现在 其实我觉得现在航班的准点率 还是可以的 当然受了一些天气情况影响 算是今年最难受的一个客场之旅吗 算是 对应该算是今年比较 不是那么顺利的一次 一次飞行吧 因为正常情况 因为我们是早上的航班 然后可能中午能够抵达 对这个时间就都顺下来了 然后下午可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休息的时间 然后晚上再适应场地 然后能够晚上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休息 那第二天可能精神状况可能会更好一些 但所以说这样看来的话 这次舟车劳顿包括现场的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 其实对于这场比赛影响应该说还是有的 还是非常大 所以这洋溢我们又说回来 就是因为这个咱们说这个 你想上海到广州 再还是走了一小半吧 这也不是说从北京飞到广州 再加上这个确实是 由于这个所到底如果真的是阴雨绵绵 我前两天我很多朋友去这个珠海参加这个CDCC比赛 就遇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到珠海航班几乎没有整点的 就是这个一定会有的这个情况 尤其是现在到夏天了嘛 就要记住 就夏天这个节奏 广州这个地方雷暴是经常多的 这个地方我跟雨海就商量有一个问题 因为我为什么呢 我觉得是一直也跟对的 现在很多球队都是提前一天奔赴赛地 那么这个就容易碰到像雨海刚才说的这样一个情况 比如说当天的航班出问题了 那么你到的时候其实半夜两点 其实就是比赛当天了 对 这影响是很大 那么是不是有些球队可以考虑 比如说飞广州 你把这个提前量想好 我提前两天去 再早点 再早一天 再早一天 那么我凌晨 即使凌晨两点多钟到 我凌晨两点多钟到 我睡一觉的话 就是赛前一天的这个休息是能保证的 我觉得这个还是影响 因为你比赛当天凌晨两点多钟才到赛地 我觉得这个影响真的太大了 这反正你跟雨海说也没用 我把这段录下来 发给咱们上港队伍 仅供您参考 确实是 因为这个地方阴雨天会比较多一些 这场比赛其实我们再说回来 由于这样的一个种种原因 所以抓到一个平均 我不知道其实在今天从广州回来的这个飞机上 你和你的队友啊 包括主打练 我们刚才因为提到了 确实在 因为现在目前上港的球队 这个赛季是要争冠的 在争冠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很可能往往一个小的失误 就会铸成最后很大的问题 比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赛季 黄马和巴萨的这个争夺 其实按道理来说 双方是在各自的这个主场 都就是对比小分 其实巴萨是占妞的 但是黄马正是依靠着某些场次的稳定性 最后拿到了冠军 所以我不知道后来球员有没有讨论过 就这场比赛可能会给未来带来一定麻烦 或影响有没有这方面 其实怎么说呢 大家都心里都很清楚 我们今天我们这场比赛 遗憾的丢掉了两分 所以说可能对以后的联赛 可能我们来说可能压力会更大一点 但是话又说回来 我们这个时候更要保持一定的 更要保持更多的这个信心和这个决心吧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们所面临的这个现在的一个局面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 一起度过这个相对来说 比较困难的一个时刻吧 因为后面的联赛还有很多 可能上岗 不是可能广州恒大也有打打盹的时候 所以说我们要抓住可能他们犯错的时候 所以说后面的比赛我之前也说了 对于我们来说相当重要 就是要要先做好自己才可以啊 不过呢我们知道对照呢上岗的这场平局呢 在此之前的上海绿地生花呢 在本周呢也是打了一个平局 这是在离我们不远的上海红口足球场 这场比赛呢 其实我是作为电视的这个观众啊 看了这场比赛 先暂且不论这场比赛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内容 因为当台我们看到了中潮大嘴巴 其实很多球迷我觉得已经说的非常好了 包括这样一个没有办法临时拼凑的后防线 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 可能没有去的朋友不知道 这个因为洋溢在现场 这是这个赛季鸿口第一次在比赛结束之后 想起主教练的下课声 当然我们今天因为主场也没怎么打 这道实话实说 所以我不知道在那时那刻 当你听到了这个声音的时候 你在现场的感怀是什么样子 我首先其实这是第二次有这个下课的声音 已经是第二次了 第一次是2月8号那场 压关的资格赛出球之后 也有也有很零星 那么其实宏口礼拜六那场比赛 踢完之后这个下课声音 其实时间不是很长 大概只有几秒钟 那么确实也是第二次 我觉得也挺能理解的 因为很多球迷 其实在这场比赛之前的很多不满 就已经续集了很多 那么这场比赛如果能够赢下来的话 那么可能球迷们是能够得到一个缓解 但这场比赛又没有赢下来 说起来是六场比赛不剩的 而且从比赛的内容来说 就是说虽然是球员们提的非常的拼命 卖力 非常的精神状态非常的好 但是两个丢球确实是 就是说很难让人接受的这种丢球方式 所以球迷有手不满 我觉得也很正常的 但是确实接下来还有很多的比赛 因为比如说礼拜三就马上要有一场竹鞋杯的比赛 我觉得球迷包括媒体对这个 因为有一个什么话 就是说成绩不好的时候 喊一喊下课是最简单的事情 但是现在我觉得可能是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 把后面的这两场比赛 连着这两场比赛打好可能更为关键一点 因为竹鞋杯打完之后 马上又是一个非延边的客场 这是一个更远的地方 而且延边现在作为中超最后一名 这是标准的输不起的球队 对他已经三连败了 这场就他回到主场 他也是等着赶快赶快赢他们比赛的 对那么其实我想问的是 在刚才我们看到 波耶特在比赛过后 他特别跟球迷去道歉 因为他也提到了球队防守的问题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现场听到这种下课的声音 俱乐部会有 其实他听到了 因为而且他情绪确实也是比较不好 我感觉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说他 这是第一次在新闻发布会的时候 就是让他讲话的时候 就是点评比赛 他停了很久 停了很久 然后再拍了一下台子再说 就是说他对这个结果 自己也是不大能接受的 所以他说了一个 就是说像球迷道歉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确实六轮不胜了 另外但是他也解答了一些 他自己觉得比较困难的地方 比如说今年的这个阻力防线 就是我们说一条后防线 他说13轮比赛 其实踢了12场比赛 踢下来没有一场比赛 这个防线是心目中希望的防线 我们会不会是中敲队队当中 在后防线变化最大的一个 我觉得应该是 除了第一场比赛 迎苏林的时候 这后防线是四个人 是他心目中的主力防线 那么后面的每场比赛都在变化 因为李建兵受伤的时候 就换一个人上来 然后百家俊 第三轮打北京又受伤了 然后接下来又是这个 就第二轮的时候 之后秦森就和孙世凌又停赛 这些都是对防守有帮助的 包括后面李建兵又追加停赛 包括其实比较不巧的是 陶金在上个礼拜 应该是礼拜二左右 受伤了 训练中间受伤了 他正好 当时以为因为是柳伤 脚踝的这种柳伤 以为来得及赶得上 后来好像感觉就是说 恢复的比较差 那么李建兵 其实礼拜六日的比赛 这场比赛是李建兵停赛的 最后一场比赛 下一轮就可以复出了 因为竹鞋的通知是11到13轮 那么正好这样赶上 那就加上立鹏上一场又吃了红盘 就正派的中卫一个都没有了 一个都没有的时候 你只能用金鸡锡了 其实波越特 他其实还是想把三个外援 都放在前场 不过你说到这个外援 我们知道这场比赛 也有朋友点评 说特维斯的表现 应该说是到了山花之后 算是最好的一场比赛了 无论这种精神的这种 所表现出的这种拼抢的意识 包括我们可以看到一些 局部的一些进攻 但我在想个问题 今天我也看到一些球迷提到 说因为这场比赛 莫雷诺没有上场 那会否我在联想 也许是否因为莫雷诺不在 也就是球队真正的这种组织 核心大腿不在 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激活了他 因为他知道我也没什么靠 他们都靠我 我不靠我自己 我靠谁 我觉得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特维斯 他主观能动性上 要比以前强了很多 因为天津那场比赛 确实受到了争议非常大 他其实比赛踢完之后 回酒店之后 就跟这个俱乐部的领导 已经聊过一次了 但是因为当时比较晚 聊的不多 后来休假回来之后 又聊了一次 就是说他的态度 还是很鲜明的 就是说他一定会去 非常职业的 非常拼命的去 尽量多的帮助球手 甚至就是包括跟队友 中方队友们 尽量多的交流 大家想一想 平常怎么跑位啊什么的 我觉得从比赛来看 首先他的态度 已经是有了非常大的转变 跟天津那场 对吧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因为莫雷洛不上场的情况 就像你说的 他的组织性的 就是他来生化这些 其实在博卡 他慢慢的也就往这个方向 适应组织者的这个角色 但是有一点可以指出的 就是莫雷洛 特为是在这场比赛中 有哪几个 我觉得比较值得 特别留意的 进攻上 第一个在右边路 他的这个威胁 其实我觉得远比在中间要大 除了助攻曹云丁这个进球 是刘若凡给他挑船的跑位 其实刚开场毕丁号有一个后场的长船 他也是在右边路 一下拿到了一个很大的空档 传给朱建龙 但是这个球没踢进去 下半场的时候 他又频繁的到左边路了 然后他拿球之后 当后卫一钉 他就封给曹云丁 曹云丁的几个船中 其实相当有威胁的 我觉得特为是已经在逐渐的 找到自己和中方球员结合的方式 没错 不过说到技战术 其实在美轮过后 来自上海上港和绿地深花的球队 都会给我们留下一些 刚才杨毅也提到的 一些非常具有局部关注的这些方面 所以接下来我们将会来请出刘若来 带来本期的阅读中超 欢迎收看阅读中超 经过两周的休赛 并没有给上海两强带来想要的胜利 两支支队都平了 那么咱们先说一下深花 深花这场比赛是有一个变化 有一个不变 变化是特维斯 他在比赛的进攻态度 他的场上作用 发生了巨大的一个变化 而不变的是深花球的防守质量 一眼没有提高 所以在虹口这场比赛 也没有战胜前来挑战的重庆比赛 这场比赛 我们先看一看有关特维斯的变化 实际上他这场比赛 从第一分钟开始 就是充满了这样一个斗志 这一点可以看得出来 近期在特维斯的思想工作方面 俱乐部做得还是蛮成功的 我们首先看 按照以往他回接球 那么这个球没给他之后 再怎么进行前叉的时候 这种犀利的程度是有下降的 但是这场比赛的刚开局阶段 他从中场接应回撤 没拿到球之后 但是反身前叉的这种速度 和那种犀利的感觉 让我们一袭看到了 当年野兽特维斯的影子 所以从第一分钟开始 他就向我们展示了 他已经进入到一个 最佳的比赛的状态 包括这次抢断之后 快速带球向前突进 只不过队友对他的下一步的运作 意图并不是很了解 所以使得他的传球 并没有发挥最大的威力 即便如此 也差点造成了流语的乌龙球 同时再看反抢方面 特维斯怎么样参与到 全队的整体运作当中 帮着去加防 一看对方的球往回传之后 马上带动球队进行前压 这个镜头跟之前那次传球 队友没有理解意图一样 他上来抢了之后 后场的阵型 队友没跟上来 所以当特维斯需要再发力的时候 队友也是需要跟他 形成一个很好的互动 再看特维斯的传中球 都是有非常强的指向性 基本上他的球 出来这种感觉 总是以传带跑 他要的这个区域 只要是队友能意识到 那么传球弱点方面只要去抢 基本上这个球 八九不离十 都是一个合理的区域 所以这场比赛 不仅仅是特维斯 整个深花队 在边路进攻方面 是近几轮以来 打着最好的一场比赛 再看这个进球 同样是特维斯造成的 实际上这个球 当他下地传中的时候 对方的位置 抬头一看 就知道有了很大的问题 中位随东路 处于一个前不招村 后不招店的这样一个位置 这样的话 朱建荣一个前叉 就会把原本有可能控制 曹云定防区的陈雷 给引进来 而这个时候 特维斯用了一个 非常棒的传中脚法 不能耽搁时间 怎么样等待 这个曹云定到位 是用了一个 弧度很好的传中方式 让这个球 在空中多花点时间 来等待曹云定的到位 而曹云定的这脚推射 也是打了一个十分的丝脚 不负特维斯的 这样一个助攻 同时这场比赛 在大部分的前场 任一球方面 深花队并没有选择 直接往里面开 而是尽量再打到边路 通过边路的进攻 同样也是由特维斯 完成了两次 相当不错的传中 所以这场比赛 不仅仅是特维斯的传中 在整个深花队传中方面 都是处理的很不错 当然最终的结果 是体现在 传中的成功率和突破上面 但实际上 在如何把球 运作到边路 队员脚下的时候 深花队这场比赛 也做得不错 那就是尽量 通过横向的转移 让这个球打到边路队员脚下的时候 使得拿球人 是处于一个正面 进攻的状态 看这一次 毛建青 船中队友没拿到之后 马上通过连续 快速的横敲球 再把球环回到左边 这个时候我们看 当曹云定拿球的时候 就处于一个 对他个人特色 非常有利的状态 正面 30米区域压制对方的一对一 这个时候 曾定过人的把握 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曾定的发挥 好与坏 也完全取决于中场 这个球 能不能非常顺畅的 把它输送到 他应该在的那个区域 那就是让曾定处于一个 边路 进攻30米区域之内的 一对一状态 而且是正面拿球 这种情况 在之前的几场比赛当中 出现的比较少 而这场比赛 是比较多的 再看这次 吕征通过带球 把对方的防守中心引过去 孙世林过渡 特维斯再过渡 这个时候呢 曾定又进入到 咱们经常所说的 他这个吃饭 干活的 拿手的这个区域 而且曾定也是不负众望 送出了非常棒的 一个落点的球 这个球 如果吕征投球处理的好的话呢 完全是可以绝杀对手 所以仅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石花队 进攻是打出了特色 但不变的是什么呢 防守的问题 在防守上呢 石花队的二点 落点判断 犯了一个 比较怎么说呢 年轻人正常犯的错误 那就是光看球 不看人 金吉西 随着落点的移动 跑到了一个 既没有对方的人 本方也不需要控制 而且本方重叠控制的区域 导致卡尔德克这个落点呢 砸下来 正好是在吴庆这个位置 如果不是B军号的补位 金吉西这个判断失位啊 有可能就一开始 就为本队带来一个丢球 所以在这种二点球落点判断上呢 问题一直是存在的 再看这次角球 有一位神花队呢 是采取禁区内人盯人的战术 所以我们看 四队人 桌队厮杀在一起 但是这种防守方式呢 很容易让对方 以篮球挡开的方式呢 把人给拆掉 最后拆掉了谁呢 就是第四队的这个队员 孙世玲呢 应该盯着彭新利 结果当这个球落点出来 都拆散了 而孙世玲的落点呢 没有看清楚自己 盯人的这个对象在哪 而这个时候呢 负责保护的朱建荣 也不可能有这么快的速度和反应 把这个球二点球破坏掉 所以第一点挣下来之后 第二点漏人 这种球呢 也很难在电光火车之间 去寻找防守者的建议就行了 实际上对神花队来讲呢 可能很多防守的细节呢 还不仅仅是一招一息可以解决 更多的是比赛的经验 和不停的磨合 因为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神花的阵容老是在冬换 或是伤 就是防盘停赛 这种后防的阵容呢 是很难稳定下来的 或许这种难停呢 会一直在影响着神花后面的比赛 上岗的比赛呢 打得很艰难 而且一拨三折 似乎从他们 从这个自己的基地 到了机场开始呢 就进入到一个 并不是顺畅的客场之旅当中 这场比赛呢 实际上复利打得是非常的漂亮 他们在进攻当中呢 打得很开放 一度在进攻上呢 给了上岗非常大的压力 但是之后 一拨三折之后呢 其实上岗也是有很大的希望 去赢得这场比赛 我们先看 在人数均等的上半时的时候呢 大部分时间 复利是用这个整个进攻面 一字散开的方式 尽量把横向的空间给拉开 而让上岗在横向横面当中呢 所控制的面积呢 是非常大 这次是靠着姜之棚 再加上这个扎哈维 再加上左边的雷尔迪尿 三个人 把这样一个空间呢 给制造开 横向呢 就可以有足够的空间呢 打T2过1 打配合 所以这一支是 复利本赛级的一个特色 它在进攻的宽度使用方面呢 依然是得心用心 而且呢 用的人员呢 是比较多的 再看这次 右路唐苗 进攻 把上岗的重心 引过去之后呢 再通过中间的过渡 再打过来 这个时候我们就看 对方是横向散开五个点 而对上上岗呢 只有四个点的防守人 这个时候呢 总是有一个点 是漏下的 如果上岗中场调回一个人来防呢 那么对方的中场 像卢林啊 像陈志招这样的球员呢 也会出现更多的机会 包括后面上来的误锁 所以我们看 这场比赛的上半时呢 这个广州复利是全线进攻 同时呢 整个进攻的面呢 拉得非常开 在这样一个相对比较开放的防守体系当中呢 上岗在防起来呢 是比较吃力的 这次同样的局面 进去里边三个人 牵制上岗的三个防守注意力 而在左边路 弱大的空天当中呢 卢林和江志鹏两院左脚将呢 去共同创造了一次边路进攻的杀机 所以上半时的大部分时间呢 上岗在处理对方横向这个进攻宽度方面呢 并不是非常的好 但是转机出现在了上半时 两张红牌出现之后的局面 普拉斯这个时候的作战很清楚 这种局面呢 对上岗是非常有利的 因为有胡尔克 埃尔科森 吴雷这样单兵能力很强的球员 一旦人数少 场区宽之后呢 对这种单兵反击的特点呢 是非常容易发挥的 但比较可惜 几次好的机会呢 都没有把握住 这次胡尔克呢 应该传给吴雷 而他把球呢 选择传给了埃尔科森 但即便这个机会上市之后呢 上岗还有大把的机会 在反击战争中 依靠空旷的区域 超强的给人能力 争取能得分 这次呢 埃尔科森又错了一次机会 但是依然是那种背景 那就是当场上人数少了之后 前场出现了很大空间 而广州复利呢 在玩命进攻 所以给了上岗 这么好的一些打反击的机会 这次又是不停的出现三打一 假如最终这脚球 吕文君处理的好一点的话 很有可能最终 这就是一个绝杀的球 所以在处于人数均等的状况之下呢 伯拉斯的作战的思路 是非常的有针对性 那就是因地质疑 让对方后场所暴露出的空当 让本方的反击战术呢 得以发挥 所以他连续的换人 目的就是为了铺垫好了防守之后呢 来控制前场反击的机会 但无奈 这场比赛最终的把握机会呢 并没有成功 所以使得上岗这场比赛呢 也是遗憾的 客场只拿到一分 从而减缓了追赶 广州恒大的这样一个步伐 好 谢谢刘伦